其實在家裡浴室的水貢 是讓人家覺得很頭痛的 尤其這種水龍頭用久了之後 弄得很難看 其實你可以很簡單 就用點牙膏 然後之後再沾一點檸檬酸 然後你就去刷這個 你覺得哪裡很髒 其實我是整個都會刷一遍 當然有的人認為用洗澡精 效果也不錯 你也可以留下無藥的洗澡精 都可以用 然後 但是我覺得這個牙刷蠻好的 就是細縫都刷得到 太髒的話 你不要就是刷完 馬上就是用水擦它 你可以稍微留個五分鐘 我們刷過之後留個五分鐘 然後再用這個布 濕布把它擦一遍 像剛才本來好霧的 現在已經變成很亮了